是什麼禮物了 這個 那個媽媽說 要送我哥的禮物 爸爸哭哭了喔 爸爸你嚇到了嗎 你嚇到了 爸爸被你嚇一跳 先不要給他看到 我閉眼睛 爸爸你閉眼睛 我們要送你一個禮物 給我 是什麼禮物了 這個 媽媽說 要送我哥的禮物 是誰要回來了 欺負我哥 媽媽過去 媽媽過去吧 媽媽過去 你來 這麼的時候發現的啊 剛剛嗎 沒有啊我就是 之前就覺得好像 有一點 但我想說環島回來再看 不要打開 不要打開 那不行打開了 真的不行打開很可怕 不行打開 爸爸哭哭了喔 爸爸你嚇到了嗎 對 你嚇到了 爸爸被你嚇一跳 沒錯 今天這支影片 很棒 我們要跟大家說 這個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 我夫人懷孕了 耶 倫倫 你還有弟弟還是你沒了嗎 沒弟弟 沒什麼沒 他竟然自己 因為上一次婆婆國 倫倫猜 性別猜得很準 所以這一次 不知道他會不會猜到 由他來大師來幫我們判定一下 總之 其實我們原本沒有 沒有 這麼快 就想要 懷孕 對 我們那時候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前一陣子 六月多的 就快七月的時候搬家 然後搬完家 就計劃了一趟 就是很長時間的環島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等輪輪上幼兒園 可能大概 到年底的時候 再開始來慢慢計劃 對 還有因為就是 女人家夫人懷孕 就是婆婆產 就是至少要半年以上 對 而且想說就 身體的復原 稍微休息一下 對 沒有想說要這麼快 我們沒有趕 對 結果那時候就 要搬家 然後那時候還一直扛很多重的箱子 然後搬家完 就覺得環島的時候 有點不舒服 那時候還以為是壓力太大 然後就回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們在環島 就是回到台中的時候 他 女婦人偷偷停在去城市 叫我停去城市 他說他要買 妳說妳要買什麼 我忘記了 他騙我了 他沒有說他要買驗運棒 對 因為那時候想說 萬一如果驗了沒有 可能 爸爸會覺得很失望 所以就想說 自己先默默偷偷驗好了 然後 驗了之後再看看 狀況怎麼樣再說 謝謝 總之就是 有好消息 所以想跟大家說 冷冷 媽媽肚子裡面有什麼 下屁股股 阿拉妳帶來了 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時候去環島的時候 但是還沒有驗運之前 然後我們就一家人在車上 然後開車開一開 超奇怪的 就很突然 真的都沒幹嘛的時候 然後冷冷就突然說 沒有 她突然抱著妳的肚子的時候 對對對 她就說 果果什麼時候才要回來啊 那時候真的是有點嚇到 然後而且 那時候超想哭的 因為那時候還不知道自己懷孕 然後 有人就說 果果什麼什麼時候要回來啊這樣 我就會說 你很想果果喔 她說對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她自己講一大篇喔 對 而且已經好一陣子一覽而悅 就是我們 都沒有提到果果的事情 對 然後她在那個 水族館看那個 魚的時候 就是她的安排 這隻是爸爸魚 這隻是媽媽魚 然後講到最後的時候 她也有多了一個 這隻是果果魚 對 就是很神奇的小插曲 對 現在 已經 就是 快四個月了 四個月多月 對 然後 我們就是想說 沒有想說 就是因為我們也很怕 我們可能也經不起 就是 其他是什麼傷害 所以我們就 能 能撐多久就撐多久 就一直沒有跟大家分享 想說真聞 是一直在跟大家說 對 然後現在肚子應該躺不住了 有點大 對 真的 那時候果果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們搬家的果果 想說不行 我要趕快跟上才行 不然不知道現在的地址 立刻跳上來這樣的概念 對 很感謝 就是 感謝老天爺就是 就是再給我們一次機會 沒錯 可以好好照顧她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然後 對 都是我們的寶貝 妳又要當姐姐了 妳知道嗎 哇 誰要來了 婆婆 她說就是那個啊 調皮那個 跟我一起住在那個肚子裡那個啊 唉 妳怎麼那表情都落成耶 波波 唉唷 我們真的覺得很開心 也很幸福 就是 對 希望她可以在我們身邊 然後 好好地長大 這一次不要再調皮搞蛋了 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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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